那么根据中国统计级的数据 在过去30年 那么如果说你在1990年 股市刚开始的时候 你投资了比如说上证指数 那时候指数是100点对吧 那么到今天为止 大概还有3200点左右 那也就是你会涨了大概32倍 那么中国的房价呢 在30年期间 那么除了像北上广的 这种核心地段的房子 涨幅跟着差不多之外 那么大多数的一些 中小城市的房子涨幅 30年的时间 也就是3到4倍而已 所以说我们很多人 都总觉得这个房子涨得很厉害 那其实因为恰好是因为 过去这10年 那涨幅特别大 而且正好是在北上广的 核心地段涨得特别多 所以给大家产生这样一个误解 那你如果把时间东西拉长的话 大家会发现 股票的长期收入率 是大于这个房子的 在欧敦商学院 那么有位教授 也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数据分析 以过去200年的数据来看的话 那么你如果持有现金 对不起200年之后 它真正的购买力只有5%了 那你如果持有黄金呢 那很多人认为黄金是保值的 其实确实不错 它黄金基本上是 跟随了这个通胀水平 大概是200年时间内 涨了4倍左右 那么如果说是买 当时的国债的话 大概涨了3000多倍 但是如果说是你买的股票的话 涨了是30万倍 所以说从长期来看 这个股票的收益率 是远远大于其他的大类资产的 那原因就在于 它股票其实是代表了一批精英 然后利用它的一些新的科技 就是新的这种管理水平 它创造出的财富 它远远大于其他的这种 自然资源的本身的增值 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 从长期的 你要是最高收益的话 你还是得做股票